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环境与部署 非常奇怪啊 为什么环境与部署竟然放在后头讲 因为什么 因为Laravel这个框架的话 它好用是好用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是 你首先得会用 然后才会好用 是吧 因为它把很多东西抽象化了 就导致这个东西极其简洁 但是背后极其复杂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是需要把这个东西 让大家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基础的了解 它大概是怎样工作的 它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再讲环境与部署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部署 是在部署哪里 是在干嘛 是吧 好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就看 数据固扎审环境文件部署 开发模式切换和down和up 是吧 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最常用的 因为部署 环境的部署配置啊 这些参数很多 但是真正常用的就是这几项 是吧 并没有特别多的内容 好 我们来到我们的代码库 来看一下 那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根目录 mylarial 是吧 外头的这个是咱们的教程目录 那个咱们不用管 是吧 咱们只看这个mylarial底下的 这个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现在是我把它还原到了 我们教程刚开始 刚刚下下来的那个阶段 是吧 那个时候教程里什么都没有 是吧 就是刚刚下下来一个全新的框架 大家注意看这里有一个文件叫 点env env文件 有可能你这里没有 你的叫env.example env.例子 这个文件 如果你没有env的话 比如说咱们就没有把它删掉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制一份 复制出来 就到这个根目录里 是吧 我们就叫它env 就可以了 点env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呢 这个文件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文件 它里边放了一些配置 环境配置文件 它专门是用于作用到全局的一些 一些参数 是吧 比如说 upenv 他意思就是upenv 是吧 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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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程序的环境是怎样怎样的 是吧 那我们不改它 我们不改它 就叫upenv 他说环境等于local 他就也就是说环境是在本地环境的 是吧 up debug 是不是 是不是在测试模式下的 是不是在开发模式下的 如果是在开发模式下的 那就报错 是吧 那就把所有的错误信息 尽可能多的显示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为0或者是false 是吧 false 那这个 它就不是在开发模式下 是吧 所有的错误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会显示 是吧 那还有一个up key 是吧 它是用来确定应用的唯一性 是吧 又又用于加密一些字符啊 他有 他有时候会用于 比如说对于用户 密码的加密啊 他会用到你这个key 作为一个言 作为一个 传入的参数 是吧 可以作为一个言吧 可以这样说 来来来加进去 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什么 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现在 但是大家不需要管它 是吧 底下dbhost的就是database 是吧 数据库的host 服务器在哪里 是吧 数据库主机 我们说是本地 是吧 localhost 是吧 如果你的 比如说你的服务器是 比如说 如果你的服务器 不在本地 你用的是一个远程服务器 那你就直接可以在这里填IP地址 是吧 我们说我们用的是local localhost 是吧 本地服务器 也可以写127.0.0.1 是吧 这个也和本地localhost 是一样的是吧 当然填这个最保险 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 它本地的一个IP 一定是127.0.0.1 那个localhost 它还不一定定义了呢 是吧 因为 因为有的host的文件里头 它并没有定义说 127.0.0.1 和localhost 是相对应的 是吧 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们是相对应的 所以说 你这里填127.0.0.1 是最保险的 是吧 尤其是在我们 就是一个桌面环境下 好 那个dbdatabase 它问的是 你要用哪个数据库 是吧 比如说我们那个 数据库名字就叫 Mylaral 没有问题 你可以这样填 那username 我们一般是用的root 是吧 但是我不建议 你可以 它本地没有问题 是吧 没有问题 你可以用root 我不建议用root 本地没有关系 你服务器上 就不要用root了 是吧 那dbpassword 就是数据库密码 等你多少 dbpassword 你这里就可以填password 是吧 秘密 是吧 秘密 就我们要用的 这个缓存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用的 缓存方式是 以文件形式缓存 是吧 就是session driver 用什么呢 也用文件 是吧 queue driver 用sync 用sync方法 是吧 然后这个mail 所有的 这就是发邮件的一些设置 是吧 用smtp mailhost 当然这个地方是根据你自己的host 来来来改变 这个地方都一样 是吧 底下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改变 大家说 哎呀 这个我看了好多呀 我头好疼呀 我很难过呀 大家不要难过 是吧 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 你哪怕全部删掉都没有关系 是吧 全部删掉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他写到这里的原因呢 就是省了我们自己再去写了 知道吧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放在这儿 不用就不用呗 是吧 放着就行了 是吧 那么appinv这个一般我们是要用的是吧 那inv不用 那debug appdebug这个要用是吧 这两个里面总要用一个 当然两个一般情况下都是一起用的是吧 如果现在是这个样子说appinv是server 然后appdebug是true 那是那有什么情况呢 几种可能性呢 你的服务器上现在是在 是在一种测试测试状态 是吧 也很有可能你这个程序正在跑在杀枪里 反正mylateral是我们的根目录 我们几乎所有的业务逻辑啊 全部都写在app这个目录下 那我们所有的配置文件啊 几乎都在这个目录下 对吧 你看app auth cash compile 这些东西 我们看app 这里面其实你看没有多少东西 你就往下拉这个地方 和provider 这个地方有点有点东西啊 底下这里我们其实都不用管 我们看第一个就行了 这是debug 那是开发模式是吧 开发模式怎样呢 后面有一个小小函数是吧 这个小函数掉的就是 我们刚才用的这个文件 in文件 他就会到这个文件里去搜这个键值对 是吧 你只要填一个appdebug 他就会找是不是有一个 键叫appdebug 然后就会去找这个值 他说true 那他就他就说好 true就行 那就true吧 appdebug是处 也就是说当前是在一个开发环境下 是吧 开发模式下 那如果你改成false 那等于说这个地方 等和这个地方一样 等于说这个地方填了个什么 false 是吧 等于说这个地方填了false 但是这样有一个好处 可能我不说大家慢慢都能感觉到这个好处 是吧 他的这种灵活性 那好 大家看一下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呢 就是这个database 是吧 数据库文件 专门操作数据库的 那第一个我们不用管 default 他说默认是mysql 是吧 mysql 这个数据库 他这个是默认的 因为这个数据库确实实用 实用的人比较多 是吧 就是connections 他说 就是有这么多连接 然后 那mysql 那当然如果你这 default用的mysql 那他跑过来就找这个 是吧 他就用mysql连 然后连driver是什么呢 mysql 没错 然后host 他用的什么呢 就他就找的是 dbhost 就是我们在inv里头填的那个值 是吧 我们在inv里头填的dbhost 是吧 那第一个参数还是一样 他会去到这个inv文件里去找这个键 是吧 然后把值 他返回这个键所对应的值 好 那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他是如果没有找到这个键 那就用这个值 是吧 一样的 他是 这个也是一样 找dbdatabase 没找到就用forge 是吧 这个也一样 没找到就用forge 是吧 那username password 这些都很常见 都很常用 是吧 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这个car set utf8没有问题 是吧 collation 那这个就是utf8这个字符级里头的一个版本 是吧 他是让你指定utf8这个万国码的版本也很多嘛 所以说他让你指定这个版本 那这个默认就可以prefix就是前缀是吧 那没有被空可以不设置是吧 那我们可以连接一下是吧 我们直接去实际实际去操作一下连接一下这个啊我们的mysql是吧 windows r 然后cmd 是吧cmd 运行一下 运行 我把这个字体调大一点 好 这个字体大了一点 很丑的一个字体 好 我们说mysqlmysql is not recognized bla bla 然后他 他不知道我在说啥是吧 这说明我们的mysql要么是没有安装 要么是安装了没启动 如果你按了是集成包的话 是zamp 那就可以在这里点start就行了是吧 这个 呃都很相似的 对吧 所有的 嗯 这样的集成环境都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按钮 他让你就让你去点这个启动 是吧 差不多 好我们现在再敲一下mysql 他说is not recognized 那这这又是第三种情况 就是说你没有重启这个terminal 是吧 mysql 啊 大家运气非常好 因为我运气非常不好 是吧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麻烦 是他现在找不到这个路径 是吧 找不到mysql的路径 因为我们既安装了也启动了 他还是说这个这个问题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mysql没有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环境也没有问题 我们的windows本身也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目录 我们需要找到 哎 他在哪个目录安装 我们说 地盘下有什么 ZAMP 是吧 我们安装的这个集成环境 不管你安装什么环境都无所谓 是吧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mysql 这个目录 基本上里头全都是可知性文件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目录给他考到哪里呢 computer 就是计算机是吧 计算机里头点属性 属性里头有一个这个应该是高级高级系统设置 是吧 他就最后一项这个这个意思就是高级高级系统设置 类似于这个意思是吧 然后里边有一个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点开之后底下有一个大家如果没有做过的多做几遍 因为这个非常常用的是吧 我们以后经常要做这个事情 好 我们可以在后头挑一个分号 他说这个变量值是吧 这个变量值 我们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在后头挑一个分号 意思是隔断一下 我还要填一个 我还要填一个 一条规则 一个路 一个路径是吧 一个分号 然后再把你刚才复制的那个路径粘进去 后头给分号也行 不给也行 是吧 都可以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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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确定 然后再重启你的这个 cmd 是吧 DOS 再看一下mySQL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再不可以就真见鬼了 是吧 好 我们说 现在进 直接进了mySQL 那现在这个用户 它并不是一个root用户 我们想用root用户进 是吧 那么直接敲 quit 它就退出去了 好 mySQL 我们说user是吧 root 那 密码是吧 有root密码 然后咱们敲个密码 说是 对不对 好 对的 没错 是对的 我好久都没有进来过了 mySQL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 我们新建一个数据库吧 我们看 之前我们把那个数据库叫了个什么来着 说dbhost的等于localhost的 没有问题 dbdatabasename等于myleravel 那行 咱们就叫myleravel吧 是吧 create 创建一个database database 是吧 myleravel myleravel 是吧 分号 是吧 queryok 好 说明现在这个database已经创建完成了 是吧 那我的这个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给大家 我设置一个简单的密码 是吧 设置一个简单的密码 大家看着头部疼的那种 给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 呃 pass pass 是吧 多简单呢 好 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可以填什么呢 可直接可以填pass pass 是吧 pass 好 那这下我们看一下数据库室会不会连接成功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呃 比如说他的首页 我们把它 给注视一下 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方式 是吧 方式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测试 说是呃我们说 name等于是吧 呃 db db 那 connection connection下有一个 啊 get database 啊 name 好 我们刷新一下首页 刷新一下首页 oops look something went wrong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是吧 我们说这个应该是local是吧 他让他报错 然后app debug equals the true 是吧 我们应该给他改成 啊 对他说这个app key是不合法的是吧 好 我们把它彻底还原到之前是吧 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 我们刷新到之前那个最最初的状态也就是这个app key等于这个东西的等于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db host等于localhost 这个没问题 那database等于homestad 那这个根本就不存在是吧 那db user username等于homestad也不对是吧 db password就更不对了是吧 所以他说access denied是吧 能不能改吗 改一下 localhost 他放着吧 因为localhost 就是27.0.1 是吧 那我们的database my leravel leravel 那底下的username 等于什么呢 root是吧 root password 等于什么呢 pass pass 是吧 好 access 我个name 试一下 myleravel 是吧 那我们的 我们的数据库名称就叫myleravel 是吧 那他就他就把这个名字给给给打出来了 myleravel 好 这就说明我们的数据库是连接成功了 是吧 那你看 这个其实是非常简洁的一种连接方式 是吧 大家只需要在最外层的这个 env文件里去改改动它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就在于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独立出来 比如你用版本控制工具 比如说git 或者说你用ftp上传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忽略这个文件 所以说你所有的 你只把程序传上去了 你把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 就留在这一个文件里了 然后这个文件 你自己保存就行了 是吧 就更安全 所以说这个就是leravel 一个比较贴心的地方 他不是直接写死到程序里的 是吧 你一旦写死到程序里 你用一些版本控制工具 它就永远都在那里 是吧 它就一直在历史记录里 是吧 非常不安全 那么看下别的环境文件 环境文件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环境文件 是吧 session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session 现在其实不需要大家去配置这个文件 是吧 不需要大家去配置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个driver 这个地方 可以是database 也可以是file 还可以是cookie 是吧 还可以是别的一些 呃 比如说mammcache呀 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别的 就像redis之类的这这这这些 非关系型数据库 是吧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用file 没有任何问题 是吧 那部署和开发模式切换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 是吧 啊 大家看到 这里那什么叫当什么叫up呢 那比如说 我们的呃程序 刷新一下 他返回来了这个 好 等一下我们回到我们的browse里头 我把这个给人家还原回去 是吧 好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突然遭遇了呃 一些大规模的这个攻击 是吧 或者说是一些别的原因 一些数据的丢失啊 数据完整性的问题啊 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啊 反正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 首先给用户一个 这样的503页面 是吧 然后让用户去看一下 说是啊 我我我们服务器出了点问题 是吧 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或者说恢复时间不确定 但是肯定会恢复 就是告知性的这样一个界面 是吧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我们可以说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直接是php 是吧 artisan artisan down 好 现在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你看他就说那马上回来 是吧 也就是说现在什么都干不了 你现在访问其他的一些路由 他就根本没用 哎 等一下 访问其他的路由 根本就没有用 是吧 你访问其他的没有用 他就说be right back 你根本就没有用 他不会说 哎 再去解析别的东西 是吧 他就给你这一个页面去看 就行了 是吧 好 那这个文件到底是在哪里控制呢 be right back 那这个文件 我们找一下 他 我们想就应该是在resource里头 是吧 那views里头 那一般就是在错误里头 是吧 503 503 be right back 那么这里填个别的 改一下 哎 这里就改了 是吧 没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说 好 你大家看到这是一串乱码 是吧 乱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有可能是我们的 呃 这个 encoding不对 是吧 大家发现这里是encode的utf8 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是这肯定是这个 呃 应该是 他整个文件的一个 你可以在这里敲一个 这个什么encoding 是吧 每一个编辑器 他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 encoding选项 是吧 file encoding 我们说这个file encoding是utf8 reload 是吧 reload 好 我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是吧 成 服务器卡小餐 是吧 程序员们正在抓紧抢秀 啊 那我们如果现在敲 php r r 啊 他就恢复服务了 是吧 恢复服务 好 他又 他又变成这样了 没有问题了 是吧 那其实最常用的几个设置项 就这么多 其实没有没有没有太多 是吧 呃 再一个就是linux下的 我之前在第一节课应该就已经说过了 这一个 嗯 storage 这个目录 是吧 还有一个vendor 目录的一个权限问题 那把这两个权限分配对了 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好 这节课就这样 嗯 没有太多内容 嗯 大家下去可以试试不同的这个参数去配置一下 看一下会有什么结果 嗯 好 谢谢大家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